救难人员在水中紧急撤离村民 来势凶凶的台风山土尔 9月30号重创菲律宾北部 以及巴丹群岛 强风霞带崩佩雨量 让当地传出烟水灾情 甚至有多处地方电力和通讯服务 完全中断 10分钟 极具破坏力的天灾也发生在美国 颈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六个州 引发灾难性洪水与破坏 房屋道路都遭到严重摧残 仿佛世界末日的场景 根据官方估计 已有超过上百人 在这场风灾中丧命 同一时间 位于南亚的尼泊尔 也因连日季风降雨 水淹沉灾死伤惨重 山峰土石流导致部分城镇交通中断 当地学校也被迫紧急停课三天 全球暖化导致极端气候加剧 面对越加频繁且毁灭性的天灾 如何降低灾损 成了各国必须面对的课题 原始新闻拉脑 王孟群综合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